就是因為這個林毅市貪污案 被特徵組另外查出的地永案外案 今天偵查終結 特徵組發現高雄市議會副議長蔡昌達 也曾經在99年的時候 利用職權勒索陳啟祥 甚至向環保局施壓 想介入簽約 雖然最後沒有成功 但是特徵組今天還是將蔡昌達 以貪污治罪條例 還有勒索財務未遂起訴 他承受了這個壓力 而且他當時並不知道說 有這一段故事 他只是知道說 他被質詢了被施壓之後 然後在99年6月2號 就立刻發動了7處的地點 來進行查處 特徵組在101年9月 就南下高雄繽紛十一路搜索 當時蔡昌達經訊問後 以300萬元交保 還不斷向外界表示清白 不過追查之後發現 蔡昌達見脫流渣利潤龐大 親身百念 趁勢勒索 不過因為陳啟祥 已經被靈異市拿走了6300萬 不願配合 才沒有答應蔡昌達 否則五年就可以獲利 大約十一億元